好兄弟,我爱你 Luda50黑桃在嗨战位做了三败 新来的牌手Donger拿着一手27尻了 你可能不太了解你身后这个老板 你拿着27你是不可能赢他的 翻牌250 Luda运气不错,后卫拿到52顿 David没牌呢,直接过了 Luda开一枪 这一枪二能不能跟得动我不知道啊 但是David老板的这张老K可能走不了 你信不信 David老板是我在Hustler见过 装备最差的情况下 护甲最高的人 什么牌他都能跟 What 大哥底持才4000啊 你推个2万是几个意思啊 David老板只是当Luda没牌来处理的 这4%的胜算来自于两张老K 好,来看这手牌的结果 不容易啊,总算开灯了 转牌一张时,游戏结束了 Luda做成了葫芦 怎么又变回去了 继续来看这手牌 林儿姐圈勾草花先手 加注400 David老板一圈 300做到3000 这是张2550安提的桌子啊 这David老板已经当成周五来玩了 翻牌680 给了零零一个卡顺听牌 David只有一手一嗨 翻后再打4000 哎呀,这进攻属性是拉满了呀 林儿姐在思考这牌 还要不要买下去 加注是断不敢加注的 这David老板太猛了啊 动不动就推了 林儿姐跟注 东哥A4杂色得走了吧 好,底势来到17000 两个人后手还剩2万多 而这张转牌对于林儿姐也太美妙了 顺子拿到继续过牌 David再打 不过这一枪 明显进攻的势头啊 缓下来了 跟注还是加注啊 好像其实都差不多 即便跟注合牌 林儿姐也还是要主动拿价值的 这手牌 David老板应该是注定跟不动的 David老板刚才说啊 你不应该加注的 林儿林 其实我真的觉得 好像没什么区别 接着往下看 老Francisco拿到了一对Ace 350的加注可不够大 这对手可有点多呀 四个人呐 他猜出来了 真的假的 Francisco翻后打了700 Big John拿到顶对顶踢 选择跟注 林儿姐双头顺的听牌 转牌 今天晚上林儿姐这开挂了吧 平常运气那么差 今天这中牌率有点吓人 这一上来 转牌呢 Big John打了一枪 林儿姐的加注可能要来了 Codeis 这过牌也是挺激进的 林儿姐反架到了3000 一个bet一个race 顺子面 石狗两对 都是Francisco要担心的东西 是我也觉得 Francisco拿着好牌啊 跑得可快了 而来到了单挑环节 Big John还固执的认为 自己顶对顶踢还在领先呢 林儿姐可能只有一张9 好了 最终一张9都成顺了 你还怎么玩 好 直接不玩了 直接推了 你有没有想过林儿姐转牌 使用什么牌做的加注啊 来看这一手牌 翻前好像没人加注了 老迈克装位直接过牌 几个人 七个人的底持啊 翻牌两张十 有十的是后卫的迈克 对手的话 这手牌除了路德中六 其他人好像没什么牌了 迈克打了四百 便宜 戴维老板二三方片 这跟这牌面有什么关系吗 直接加注了 好好好 在老戏骨面前标演技是吧 戴维说你要有十啊 你就直接推 老迈克说我没十 那我咋玩啊 还不让人玩了 是吧 好 迈克跟下来 转牌 戴维拿到一对三 开枪了 戴维这叫雷声大 雨点小啊 只能吓唬吓唬人 打了一千 迈克在思考是否要加注 这加注一推 都没结束吗 还要往下打呀 非得看合牌 好了 这下痛快了 合牌来一张三 这下戴维彻底走不了 推 老迈克推 快推 推得越大越想投机 说不定戴维有张六都接了 最终合牌老迈克打出了 差不多一个满池 八千 小意思 接着来往下看 戴维老板四九方片 做到了好位置上 当然要做三败了 翻牌 A2-3 方片有两张 周尼 戴维 戴维 全部拿到铜花听牌 而东哥拿到一个顶盾 这手牌 戴维要大做文章了 一手花顺双抽 那得推 欧音 周尼 先手过 戴维 打出满池 戴维 直接推 这手牌 跟我想是一毛一样 而周尼呢 反手也推了出来 东哥的A圈 东哥的A圈 蒙了 这就好比一个小孩上了大人桌 发现大家都在推杯换展的喝酒 完全插不上话 东哥左看看右看看 被夹在中间感觉只有盖牌一条路可以选 这牌如果把A圈扔在零零手里啊 我觉得零姐是会跟的 好 那来看这手牌结果如何 发张方片 戴维就死了 转牌一张A死 喝牌一张酒 戴维老板 这都可以 好一个河沙呀 可怜的周尼只能仰天长坛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老麦克拿到一手AK 翻钱做了三败 对手有卢大和史戴维吗 果然是戴维 翻牌K29 Luda拿到一个中队 戴维只有一个后门的同画面 而老麦克拿到顶队顶踢 老麦克想了半天 翻后要不要先打 他是觉得戴维在身后啊 他一旦过牌了 戴维很有可能会吓住啊 算了想了想还是自己先发力吧 把戴维给吓跑了 剩下录的一个人 中酒肯定要跟啊 后门又有花可以追 这牌录的没道理负的 敌持来到一万三 转牌 哦 还真是张草花 Luda的牌力有所提升了 转牌 Luda先手过 老麦克继续下注 这牌是肯定打不掉Luda的 麦克在从一些什么弱K啊 身上找价值 Luda做了一个短暂的思考 继续跟注 合牌 一张老K 麦克拿到三条 这牌面基本来说没什么好怕的了 有张K横着走了 Luda有摊牌价值啊 应该不会打 现在就看麦克合牌 能不能再从Luda身上 再榨取一条街的价值了 敌持两万六 合牌 老麦克打了 一万四千 连开上三枪 读得很准 Luda Luda一下就把老麦克的牌读出来了 但是 也有可能不是一手AK 对吧 你到底是真有AK 还是在装有AK呢 读出别人的牌 只用了三秒 而考虑是否要跟住 Luda却花了至少三分钟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 这期视频暂且告一段落 好咱们下期见 下期见 How does he do it? Why would you say that? Don't say it, don't talk I can't believe he brought that in Oh straight straight He just realized What a hand I was gambling with Eli Oh my god Mike said he was gonna fold the king Oh man He's gonna stack Johnny Can't play against Chris He's unbeatable But from now on after this it's once Poogie said Poogie's drawing Oh Jeremy hits the K-8 He just needs to dodge a queen Oh no He's king He's king Which one? Queen